感谢您对Aviv Tarot的支持与观赏 大众塔罗占卜不一定会符合所有人的状况 听取对应到你的讯息和建议 其他的就无需多加理会 我希望我的影片与解排对您是有帮助 有建设性的给您带来力量 而不是具有恶意或破坏性的哦 我会依据牌组实话实说 不希望提供虚假的希望或承诺 我能体谅与了解你的感受 不做任何批评或谴责 最后的决定在你 你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的Viv Tarot 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大众塔罗占卜 就是要看未来七到十天的一个讯息 来看一下有什么样子值得期待 或者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就是 有改成之前的曾经有过的一个形式 就是这一排1234是爱情运 567是工作运 890是财运 890是财运 好所以1234爱情运 567工作运 890是财运 那你们可以自由的来搭配 看你喜欢就是看你需要看哪个部分 你就自己搭配咯 OK好 那么如果你需要就是辅助选择 因为用数字你不好选的话呢 那么我也有用这个手链 水晶手链来给你们帮助你们做选择 那1号的话是这个粉金的部分 然后这个是Amazonite I think OK 然后这个是那个Moonstone Rainbow的Moonstone 然后这个是Sunstone OK 然后这个是小粒的 我最近买了新的这个 这个是小颗的 OK 小颗的部分 我没有做分享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看分享的话 我可以分享小小的小的这些串 然后这个是Aventurine OK 小粒的 OK 然后这个是那个 我忘记这个是什么了 但是我知道这个是跟天秤座有关的手链 可以看到它是很多不同的淡淡蓝色的一个链子 然后呢 这个是Lapis Lazuli OK 然后这个是Sunstone的小颗的版 然后这个是Moonstone小颗的版 好像 然后再来最后是这个 这个好像是African Turquoise 好像它叫 OK 好 一二三四五七八九零 那么如果你现在需要更多时间来做选择的话 你可以暂停影片 那时间久的话 我会写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还有我们的留言区的地方 然后还有直接时间久上面也会有 那么 你现在可以暂停影片 我们现在就从一号开始咯 爱情影开始来看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一号牌组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爱情影的部分 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爱情影如何呢 Six of Swords 这张牌是还蛮平静的一张牌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你的感情影就是还蛮趋于平静的 或者是说就是比较波浪少一些哦 没有什么火花 所以有可能你会觉得就算有人喜欢你 你也会觉得可能没feel 或者是说你可能不想 心如止水的这种感觉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爱情影的话 目前可能是 你看上面也在写了transition 正在做一些转变 或者是说你并没有那么的想要谈恋爱 不是你没有 而是我们刚才说了 心如止水的那种感觉哦 或者是你就是很想要平静的生活 你就觉得恋爱太太狂风起浪啊 狂风暴雨啊这种 你就觉得没有那么想 OK所以恋爱运的话就比较平平平平的 OK平平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没有而是你不想要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这个暧昧的状态的话呢 那么你的这个爱情如何呢 哦 Six of Wands 暧昧的部分通常就是算地下情 对不对 这张牌是非常棒的 这张牌通常代表的是地下情转名 也就是代表着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暧昧当中的话 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你们将会非常的高调的 而所以这个这个恋情可能会曝光 或者是说会有会 就大家都知道你们互相喜欢啊 或者是这个人会跟你告诉你说他很喜欢你啦 总而言之就是一个非常高调的一个恋爱的一个状况啊 所以呢你们的暧昧的这个状态呢 会由由暗转名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OK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恭喜你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现在是这个 呃 分手断联的群组的话 那么你的恋爱运势 有没有机会复合复联呢 哦 empress也 大牌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分手断联的状态的话 复合复联的几率非常的高 OK 为什么呢 因为这张empress就代表的是一个 恋爱的一张牌哦 所以呢 是有机会能够重新点燃 重新开始的迹象 OK 因为三号牌通常也是代表 又开始有一些 嗯 这种小小苗的成长的这种小苗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有机会能够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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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火还没有算完全交习的部分 所以有机会能够 呃 重新的这个复联 呃 应该是说复合比较多 复联的话要看状况 复联的话要看状况 复合的话是很是OK的 OK 复合的是有机会的 好 这个就是给一号牌组的一个解牌哦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那都可以写来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别忘记帮我分享订阅好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二号牌组的话 OK 二号牌组 那么 OK 你们如果是单身的朋友们 那单身的状爱情运如何呢 哦 Emperor OK Emperor 蛮 这张牌通常代表的是一个是稳定啊 因为四号牌哦 然后还有Emperor通常也是一个比较 比较稍微自我一点的 OK 自我 不能说自私 但就是比较自我 比较爱自己多一点的 OK 爱自己多一点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呢 爱情运抽到这张牌的话 呃 除非 抽到这张牌 如果你已经有对象的话 其实很好 因为代表的是稳定的一个意思 可是单身的朋友们抽到这张牌的话 你们目前也是想要以自己 呃 开心最重要 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优先的一个 顺微上面哦 那所以呢 爱情运的部分 你可能也不会那么的想 那么的想要去 呃 冲刺爱情的部分 你比较想要追求的是自我的部分 我想要 我想要干嘛干嘛 我想要做这个 我想要那个 所以 嗯 会 会更更想要发展自我 应该这样说 OK 应该是这样子的 或者是说 如果 如果你有爱情运的话 OK 如果有对象的话 这个对象有可能是年纪比你大的 比你长的 比你长的 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事业有成的 然后比较稳重型的 年纪可能会比你大蛮多的那一种 嗯 的对象的话 是有机会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对象的话呢 这样子的 呃 就这样子的爱情 就单身的朋友的话 如果你喜欢年纪长的 那还蛮有机会的 OK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嗯 未来七号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这个 暧昧状态的话呢 那么你的爱情运势如何呢 哦 The Fool 这张牌代表的是一个 都是大牌 这张牌代表是一种 想要自由的感觉 当然 这个也是有一点感觉 有点风险 有点冒险的感觉 就是很 很 很free OK 所以如果你现在目前是这个 暧昧状态的话 这张牌并没有要定下来 哦 所以未来七号十天 暧昧的状态 应该是会持续 而你或者是他 或者是你们双方 都没有想要定下来的感觉 就是想要玩玩 然后想要很开心 这样子 所以嗯 暧昧状态会持续 OK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号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这个 分手锻炼的群组的话 那么你复合复联的几率是高 还是低呢 哦 Ace of Pentacles 有机会耶 复合是有机会的 然后重新会有 可能会回来告白啊 之类的 那么复联的话 我觉得 嗯 不好说 为什么 因为这张牌 是Ace没有错 是有一个offer 也没有错 但是这张牌 因为是这个 土象 土象是一个金币牌 所以 除非对方是有什么东西 需要你的帮助 或者是有 有所求 OK 有所求的话 才有可能是会 主动来跟你做一个联络啊 或者是什么样子 但是呢 如果并 嗯 如果是跟爱情有关的话 我觉得这一张 5050的chance 复联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是要复合的话 这张牌 我觉得有机会 可以复合哦 好 这个就是给二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来下你们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三号牌组的话 那么来看一下单身的朋友们 未来七到十天的这个爱情运是如何呢 单身的朋友们是 Queens of Swords 这张牌代表的是一个还蛮犀利的感觉 那Sword牌 这张宝剑牌通常跟爱情运也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除非有一个可能性是这样子 就是你很享受跟对方这种纯齿 有点这种那种打骂的那种感觉 就觉得骂来骂去讲来讲去的这样子的那种 那种这种爱情的话呢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OK的 可是如果你是喜欢那种 就是要很罗曼蒂克很粉红泡泡的那种的话呢 这种的爱情可能未来七到十天 比较不是这个样子的 OK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Queens of Swords的话 第一个我觉得就我们刚才讲的 可能跟你是一种比较像朋友那样子的 打打闹闹的那种那样子的对象 如果是恋爱运的话 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或者是 因为这张牌是一个Queens of Swords 有可能你会切断所有你 对你有兴趣的人 你就会用那种很凶狠的那种言语啊 或者是言论啦 或者是说就是你会觉得就阻断 也是一种我不想要谈恋爱 然后你也不要来烦我 然后这个的话 我觉得它这个是一种比较防卫心 比较重一点的 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你可能受伤过啊 或者是说你就是有很多不好的感 这种感情的这个经验啦 不见得也有受伤 但就没有好的感情经验 或者是说这张牌 当然也有可能你就是没有经验 所以你也不晓得要怎么样子相处嘛 所以有的时候 讲的话你会觉得 哦我觉得这个是很明显的感觉 可是对方可能就会错语 觉得你可能不喜欢他之类的 所以这张牌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 爱情意识比较偏低一点 但是有机会的话 是那种打打闹闹的那种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暧昧的状态的话呢 那么你的爱情意如何呢 暧昧的状态 哇也是一个King of Swords 这张牌的话还蛮冷静的 所以比较不像是在暧昧中的一个情况 所以有可能你们的这种暧昧的感觉或情感 慢慢变得比较 就是聊天 或者有点就是在consult 或者是说就是互相吐苦水啦 然后你会觉得对方很懂你啊 然后会讲很事实的讲 让你学习很多啦 OK 那你对对方的话也是一样 就是很有那种 很有智慧的那种感觉 然后对方也让你觉得 也会 你也觉得他非常有智慧 可是就是比较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是还蛮冷静的一个 暧昧状态 所以激情的部分就比较偏低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现在 你觉得你们是不是真的暧昧的话 这张牌比较没有像 没有那么的像在暧昧的一个状态 所以要不就是已经趋于 比较就是聊天了 比较像一般的朋友了 没有那么多激情感 OK 所以这个是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暧昧状态的一个部分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分手锻炼的话 那复合复联的几率是高还是低呢 哦这张牌Night of Wands 是有机会能够复合或复联哦 这两张这个两个都有可能 可是必须要知道的是哦 这张牌是Night of Wands 是非常非常有热情的一张牌哦 所以对方是可能还喜欢你 或你还喜欢对方 可是这张牌就仅此 仅止热情而已 可能对方贪图的 或maybe如果你也想复合的话 你是不是只是贪图身体的刺激啦 或者是肉体上面的一些 一些这种这种这个部分哦 所以这个要比较注意哦 对方如果来复合复联的话 他的动机可能不是那么那么的单纯 就是或者是说很单纯 他就是只是很喜欢你的身体 对觉得你非常的性感啊 然后就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哦想要在呃在就是有稳定的 长期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话 可能目前暂时是没有的 所以他跟你要复合或者复联的话 他就是比较短暂短期的 因为是一时的那种热情的感觉 OK好这个就是给三号牌组的解排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那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好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四号牌组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的爱情运如何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朋友们的话呢 那么你的爱情运是page of wands very nice 这个就是一个正在一个某某起芽的 发芽的一个stage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四号牌组 你们是最有机会能够 爱情运是非常好的 你非常的有魅力 然后别人也会很喜欢你 而且甚至这个是有告白的可能性的 你可以去做告白 或者是有人跟你告白 成功率都非常的大 这个是一个 而且这张牌我会认为还蛮 还会是互相喜欢的那一种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是page of wands 就是很有热情的感觉 而且是那种就是谈恋爱嘛 要不就是得要出水上的这个水的杯子 杯子的牌 或者是这种热情如火的这种权杖牌 这种爱情运才会比较好 至少有激情或者是有那种爱的感觉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爱情运非常的好 而且这张page of wands 我刚才说了有告白的可能性 你去告白或者是对方告白 而且这张是wands的话 行动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说是那个cups的话 可能还会害羞 还会很含蓄一点 然后有点那种暧昧不明的状态 可是这个的话非常明显 你就是知道对方就是喜欢你 或者是对方其实就很明白的知道 哦你是喜欢他的那一种 OK爱情运很棒哦 单身的朋友们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这个暧昧状态的话 那么你的爱情如何呢 5 of pentacles OK5 of pentacles这张牌哦 不要被我刚刚呜的那个声音吓到 这一张牌你们有可能 金钱观可能没有那么的相似 或者是说你们现在可能会经历一些 有一些金钱上面的一些困难哦 可是我觉得你们现在目前的是一种 互相扶持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一张牌其实出现在 爱情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糟的原因 是因为看到这两个人是那种同病相连 互相扶持 然后一起一起取暖的那一种感觉哦 所以呢反而我觉得未来七到十天 暧昧的状态的话其实是 第一个他应该是会持续 有没有机会能够定下来 因为是金币的关系也有可能哦 就是会觉得哇你怎么这么懂我 就是你可以从他的言语之中 可能会觉得就是你们会互相告诉对方说 哎我真的没有碰到一个人 这么这么的了解我 或这么这么的懂我 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哦 可是但唯一要给你们一个小提醒是 你们感情上面可能会觉得很有共鸣啊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可是你们可能要了解一下 对方对金钱或其他的东西的一些看法 跟观念哦 你们有可能只是因为现在在同一个 你们可能现在正在一起经历某一个什么东西哦 还蛮比较不是那么OK的一些状态 所以你们就会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好棒哦 你知道在电影里面不是都常常看到 哇这个男女主角经历了一个好大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以后然后最后他们就爱爱上对方 可是电影常常没有秀的就是最后在这种 high adrenaline哦就是你知道在兴奋感那种刺激感提升的时候 人非常非常的容易坠入勤忘 所以如果比如说你想要让一个人去很容易很快的爱上你的话 就带他去做一些刺激的事情 他就会刺激那一种那种想恋爱的那种化学 OK我们的脑里面会分泌这种化学物质 让你会觉得哇就很想很想有那种恋爱的感觉 可是当遇到生活的一些现实面的时候就有可能没有办法持续OK 所以这张牌的话是我觉得你们现在可能一起经历过一些什么样子的蛮大的一些事情 但是这一个事情让你们在一起让你们很有感人就很有共鸣之类的 可是之后的话你要再拉长期一点去交往看看会不会是你们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很合的 OK所以那么那么暧昧的部分未来七到十天的话 我觉得还是持续的 然后也有可能你们会越来越亲近 OK越来越亲近 越来越觉得哇对方很棒啊很懂我啊什么这些的 越来越熟 但是就是要把时间再拉长一点 不要太快的就就觉得啊就是你就就是你了这样子的那种 OK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说不定对方很棒OK 那你们后来这些这个事情一起经历过了以后 就让你们更更close也不一定OK 所以这个这个可以长期观察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小时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分手锻炼的话 有没有机会复合复联呢 Oh Chariot OK 这张牌是有机会复合复联哦 复联很有机会 复合的话 也是有 OK这张牌哦 这张牌是有的意思 可是哦 我停断了一下的意思是因为哦 战车牌通常代表的很多人会说啊 战车牌抽到了就是代表往前冲啊 就是代表什么什么 可是你要看的是这张战车牌前面的两个是石狮子 石狮子不是他又没有轮子他怎么走 所以要让这个这个马车去往前驱动的这个其实是意志力的部分哦 所以呢未来小时天有机会复合复联可是这个是要看对方还有你的意志力是有多想要复合复联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你真心想要这件事情发生的话 这件事情一定会如你所愿 OK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这张牌会发生但是这个是有有志者试进成的一张牌哦 OK所以呢 嗯未来小时天我觉得有机会但是可能你得要do something或者对方得要do something才有才能 所以你会觉得哇这个就废话嘛 那呃如果你你很想要复合复联的话有可能你得要去踏出那个那一步 OK那如果对方没有恢复的话你可能就大概知道那个 那个什么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现在在看这个影片的话代表是没有复合复联对吧 你想要知道有没有机会那你可能举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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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 在我的频道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五号牌 五号牌组 五号牌组的话 我们现在是要来看的是 这个是什么 工作运的部分 工作运的话 第一个工作运 3 of Pentacles非常好 未来7到10天强调的是一种团体的一个合作 所以要比较合群一点 然后或者是说 可能需要跟别人互相配合 或者是说你找到的 你的team非常的重要 你的team看你们能 是不是都有相同的目标 愿意为同一个东西去做一个打拼 那么成功率就会非常的高 所以完全决定于这个team 他的这个团队 他的这个 每个人的能力 还有这个 领袖 带领的人 这张牌出现的话 通常也没有 就大家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 然后我们互相配合 然后把这个东西做得最好 所以也许也不是要强调说 某一个人好像特别重要 而是大家都很重要 我们需要团体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讯息 不是要凸显个人的东西 而是要让每个人都能发挥所长 那么未来七到十天 这也代表什么呢 人际关系非常的重要 在工作领位上面 如果你可以搞定好了人际的话呢 那么工作在未来七到十天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对 我再讲一个 这个应该是团体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是会讲说 我想要自己 要表现 什么什么的话 可能未来七到十天 不是那么适合 OK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是你的学业运的部分呢 是怎么样子的 Keen of Pentacles 这张牌呢 代表的就是 只要你有付出努力 就会有所收获 OK 所以这个是一张 其实有收获 是一个肯定的一张牌 所以它的前提什么 就是只要你有努力 你就一定能看到很丰盛 很丰富的收获 而且这个是非常有安全感的一张牌 OK 所以呢 未来七到十天 这张牌 也是需要非常稳定 稳重 稳扎稳打的 OK 你如果你是那种 想要偷机取巧的 学上课啊 学习啊 想要偷机取巧的话 这张牌不是那种 这张牌就是你付出多少努力 就会得到多少成果的一张牌 所以如果你想要考试 考得好 成绩好的话呢 就是要多下苦功 没有别的方式 OK 好 而这张牌我就讲了 你放多少的努力 就会看到多少的成果 所以努力越多 时间投入的越多 成功 好 成绩 就会越好 越棒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小时天 如果你现在正在找工作的话 找到工作的几率是高 还是低呢 Nice 找到工作的几率是高的 OK 因为为什么呢 这张牌我常常都在讲 它要根据你前面的状态是什么 来看后面的状态是什么 所以前面的代表是没有工作 工作不顺啊等等 所以现在未来七到十天 幸运之神转到你这一边了 所以找到工作的几率非常的高 恭喜你们 这个就是给五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没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那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哦 拜拜 如果你选择的是六号牌组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工作运的部分怎么样 工作运的部分 保健三 OK保健三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 有一些东西可能不是那么顺你的心 顺你的意 所以有可能 比如说你举的一些 project啦 可能会被拒绝啦 或者是说 客户会拒绝你啊 就是你很努力的去推销什么东西 但是可能那个结果 并不是像你预期的那个样子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在工作上面 可能会有很多 不是那么顺你心的那种 那种事情发生 那这一张牌还要一个注意的一点哦 就是 如果 有不见的工作上面一定有什么问题 可是这个出现的话 通常还有一个是 要注意身体的部分 不要太过操劳 不要太过劳累 OK 休息要足够 要记得三餐 要正常的吃 因为这张牌通常也代表着有一些健康的状况 而健康的状况 反而会去影响你的工作的状态 OK 所以这张牌呢 未来七到十天 要不就是工作上面可能真的有一些不太顺心的事情 让你就是觉得烦躁 或者是 工作上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你的健康的问题会去影响你在工作上面的表现 所以这个要比较注意的部分哦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学业的部分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部分呢 这个Six of Pentacles 你会有一个人来帮你哦 就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比如说哪一个东西不懂啦 就有一个人会给你帮助 给你辅助 然后告诉你把请囊相较哦 所以就会告诉你很多 然后让你觉得哇 就是毛色顿开啦 或者是说你的这个 就是你就懂了之类的 就是他会非常的有耐心的 然后去告诉你去教导你 你可以说是贵人 或者是有一个mentor OK 去教导你的一个人 或者是老师会很喜欢你 很希望能够帮助你 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成绩 所以他会花很多很多时间 来辅助你帮助你 所以这张牌在学业上面很棒哦 OK 而且这个是帮助你是可以看到实际的效果 所以他不是那种 你怎么这么焦焦焦 你怎么这么笨 然后就不理你了那种 No 这个是你不懂 OK 那我换另外一个方式 继续 就是一直要帮助你到 你能够把你扶起来 可以独立自主的那种一个状态 OK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正在找工作的话 找到工作的几率是高还是低呢 OK Four of sorts 未来七到十天 找到工作的几率是偏低哦 主要是因为这张牌是一个休息的一个状态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要不就是公司 可能没有这么的积极的在找人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可能找大的公司 就是你要找工作机会没有那么的多 OK 是其中一个 工作机会不是那么的多 或者是说 就是可能业绩工作 什么公司的这个 就是想要先暂停一下找人啊 或者是什么的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找到工作的几率是偏低 或者是不是那么的容易哦 OK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部分 所以你可能需要再等一下 等一等啊 找工作的部分 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或者是说就是 至少你想要找的那些可能 人家没有在找人啊 或者是有其他的安排了之类的啊 好 所以这个就是给六号牌组的一个节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跟我分享的 那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这张牌我给你们一个小建议哦 sorry 因为我一直在想说 就告诉你找不到好像很那个 这张牌 因为现在没有那么的多的机会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 或者公司没有找人等等哦 所以这张牌代表什么 我觉得是你养精蓄锐的一个时机哦 所以你可以再多去累积你的 比如说你可以自己接 你如果这个功 这个你的你的skills可以自己接工作 或什么的话 maybe你可以是 或者是说你可以去做一些学习的部分 再去学习多一点 拿一个证照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是我养精蓄锐 是你可以养精蓄锐 如果真的工作的机会没有那么的多的话 好那么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拜拜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这个七号 ok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工作运的部分 工作运的部分呢是hermit 未来七到十天你就会像一个智者一样 非常的有智慧 大家可能在公司里面就很喜欢找你 然后跟你说 你觉得我应该要怎么做啦 我应该 我应该是要这样子啊是那样子啊 或者是说你在工作里面呢 你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就希望大家都不要来找你 然后你就是一个lone wolf 有没有就是一个孤独的狼 就想要我就安静的自己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大家都不要来烦我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你又做得又快又好 然后就是又低调 就是还蛮 我觉得老板应该还蛮开心的吧 就是一个不会制造问题的一个人 在公司里面未来七到十天 那我们刚才讲的 那你也很聪明嘛 然后你也就是能力很好 所以有很多人可能 虽然你非常的低调 可能还是很多人会想要询问你啦 或者是请教你啊 或者让你帮他们做一些事情 但你其实你心里是一直想说 可不可以不要烦我 我只想要把我自己的东西做好就好了 这样然后让我可以准时上下班 所以外交时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又在工作上面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反而你也有智慧 我也能够处理所有的问题嘛 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学业部的部分呢 学业部的部分出现的是Queen of Wands 这张牌还蛮有趣的 你对学习未来七到十天是兴奋到一个不行 所以这个学习的东西 要不就是你超级感兴趣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人只要喜欢的东西一定能够做得很好 至少你还是你有兴趣嘛 你就是会非常的喜欢他 你就会想要知道更多研究更多 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他 认识他知道他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学业的部分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觉得你对学业的这个追求是很开心的 然后是很兴奋的 然后是抱持着正向的态度的 所以这个东西在 所以未来超十天学业上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你就只要抱持着这种开心乐观的态度去 在学业上面的话 我觉得成绩都不会差的 OK 都不会太差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而且这种我觉得只要你是喜欢的话 要上手的 虽然有可能有一些东西的确需要花一些时间 但是我觉得eventually都一定会 可以学会的 OK 因为你喜欢嘛 喜欢我觉得再怎么样子 你就会把它 学到一个一定的程度 不喜欢就是怎样都背不起来 怎样都学不会 对吧 所以这个是这个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找工作的话 找到工作的几率是高还是低呢 oh nice 找到工作的几率很高 看到没有 上面就直接写了new job OK 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能够找到新工作 所以恭喜你们 没有什么来还需要讲 就是能够找到一个offer 唯一有可能啦 就是如果你期待的是钱很多的话 可能就是基本薪资 但是 这个地方的话 我觉得它是非常有很多前景的 所以 即使是基本薪资 薪资没有那么的高 刚开始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值得 去投资的一个工作 OK 所以 7号牌子 这个就是给你们的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那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8号牌组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7到10天的财运的部分 财运的部分 第一个看有 就看财运 财运的部分 7 of Wands 未来7到10天 财运的部分有一点 起伏有一点大哦 可能就很多的这种进出啊 或者是这种 钱的部分可能 不是很稳定的那种感觉哦 所以会有一种 就是还 我觉得还 是的确有一些破财的可能性 但是你也蛮能够赚钱的啦 你赚钱的能力也非常的好 就是你要出 钱要出出去很多 但是你也能够很迅速的把它补齐 但是就是 就是钱来去的这个状态 还蛮多的 财运的部分 倒还好 你说破财的 破财 就是一般的破财吧 就是我们要缴的账单啦 要花这个啊 花那个啊 就是这些 但是你的 你的工作能力还不错 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投资运的部分哦 Nice 未来7到10天 可以去做投资 投资会让你和包赚满满 OK 但是因为是金币牌哦 选比较保守一点的 不要选那个选这种比较长远的长期的投资的 然后像保险也可以 然后或者是说你要去定存当然也行 但是要不然的话如果你比如说是房地产这个也OK 或者是股票的话就要选那种风险低一些些的中低风险的 OK不要找中高风险但不管怎么样投资运非常的好 未来7到10天能够荷包赚满满 好这个就是给8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9号的话呢 9号的财运如何呢 财运的部分King of Wands 这张牌还不错哦 你就是还蛮有就是花钱的话 你是会有经过深思熟虑的 然后才会去花钱 这张牌呢不是一个存钱的牌 所以这张牌也是会花钱的 可是这张牌就是 你的花的每一分钱 你就是有想过 然后你也不是call的那种 所以这张牌也是会那种 如果你想要对自己好一点啦 买一些东西去作为享受啦 或者是说因为可能对工作有用啊 或什么的这些 就是正常的支出吧 应该是这样说 那财运的部分 这张牌 赚钱的能力也不错 所以你们的财运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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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说超好 就平的 OK 就是你赚了 但是你也有能力把它赚 你花了 但你也有能力把它赚回来 然后你的花钱也不太属于冲动 虽然这个是一个want的牌 可是这张牌是 呃 国王牌哦 所以还是是有一些智慧的 所以你的花钱不是那种 就是盲目的 呃 乱花钱这样子 所以你的 你花的东西一般来说 都还是是有用的 或者至少 你用在当下 你认为 会是有用的 而且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的一个 一个一个东西 你才会去买 所以 呃 财运的部分还行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7到10天的这个投资运怎么样子 哦 投资运非 哎 我要讲非常好的 是因为我先看到 Two of Cups 可是我突然才想到 啊 这不是爱情运 这是投资运哦 投资运的话 Two of Cups这张牌 我觉得也OK 这张牌的话 投资是有一个前提哦 你要不然就是你 你投资可能是去投资 比如说 跟人家合伙做一个什么东西 或跟人家一起做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是 就是你的投资可能是 有需要involve另外一个人哦 呃 比如说你需要是有一个财经的 呃 人可能来给你一些建议啦 给你一些推荐啦 呃 或者是说 呃 也就是说 嗯 可能是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帮助你 去达成你的一些投资的东西 OK 那 呃 好不好 能不能够有多的回馈 我觉得OK啦 还行 OK 不会 不是会说超棒 你就可以 赚超多这种 但是就是可以有一些小赚是 是OK的 所以投资应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 可以去做投资 但你投资之前 可能需要去 去跟其他的另外一个人哦 不要 不是太多 就是一个 跟另外一个呃 比如说你很相信的朋友啊 或者是他的财 你知道他财务管理管的很好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 嗯 不管你说的是财经专家或者是 任何你的朋友等等 可能可以跟他讨论一下 哎 怎么样子去做一个安排规划你的财运 呃 就是你头 钱的这个投资的部分可能会更好一些 而不是就是自己一个人就去做或者是你跟你的太太啦 right 或者你是先生啦 或者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嗯 讨论 然后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个投资跟合伙会是更好的 OK 好 这个就是给9号的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有没有帮助哦 如果你没有任何想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最后一个 如果你选择的是这个0号的话 无限可能性 你们知道0号是无限可能性哈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7到10天 财运的部分怎么样子呢 wow lovers牌 未来7到10天了 财运的部分 嗯 还 还OK 还行 但是 嗯 可能会有一个抉择哦 出现lovers这张牌 只要不是跟爱情有关的话 通常我都会有一种选择性出现哦 或者是一种双面的一个可能性哦 所以这张牌呢 嗯 当然它也可以代表的是说 有一些 嗯 人的帮助 right 有一些贵人的帮助 帮你牵线等等 嗯 但是这张牌通常代表的是说 而且你问的是财运对吧 财运的部分这张牌就是 出现 出现一种两极的一个状态哦 这个不是一个大好就大坏 OK 所以未来7到10天 财运的部分 可能你们要比较小心的去做一些规划哦 嗯 可能会有一个 什么样子的一个 事情发生 需要你做一些选择 比如说 需要你去 帮助别人啊 或者是 有些人会跟你 没必要跟你借钱啦 之类的哦 嗯 所以就是你还蛮 蛮两难的那一个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比较 嗯 小心的去 做 选择 你知道怎么样吗 我们来看一下 给你的一个什么样的 我觉得他因为他就是会有一个选择的一个部分 抉择的部分哦 所以我们再抽一张牌了 来看一下辅助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 quarefy这张 好 有了 未来7到10天 财运的部分 你们最好 如果有人想要来跟你借钱啦 要叫你做一些什么有的没有的东西啦 不要做OK 不要借 这张牌看到了没有 会让你对金钱会非常非常的不安跟焦虑哦 所以未来7到10天 你的钱的部分要守紧了 OK 有守紧了 有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想要 就是跟你借钱或什么之类的 就反而你会出现一个需要跟钱 呃 做决定或选择的一件事情 而当你做了这件事情以后 有可能会让你非常的焦虑 所以就是要做那个 不会让你焦虑的那个 那个选择 譬如说人家借钱 你借出去你就会焦虑 所以不要借 或有人跟你说要不要去投资 你投资以后 你可能就会非常的害怕 那就不要投资 OK等等 或者是说 如果你买了一个什么 有一个人叫你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说这东西有多好多好多好 你可能买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烂东西 不好用或者坏掉之类的 也会让你就是懊恼 所以 钱要收紧了 OK 这张牌 给你的一个小提醒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 投资运怎么样子 果然投资运 不要投资 投资运会让你 增加你的负担 OK 会让你负担很重的那种感觉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投资运也不是那么的OK 所以果然就是不要投资 OK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零号牌组 你们不要投资 然后财运的部分 只要任何跟钱有关的一些决定的时候 你就是选那种比较保守的股 选择的话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会有一些challenge给你 有一些事态 你可以被解钱啊 可以干嘛 跟你OK 接case那一种啊 比如说需要你先 像我之前讲过 我被诈骗那个有没有 人家跟我说 啊你就是多给你钱了 什么什么 你可不可以写 你就写给那个人 以为你赚到钱了 结果也 我那个当下 其实那也算是一种决定 所以他的决定也不见得 是非常的黑白 所以就是你任何跟钱有关的事情 都要特别特别小心跟注意 OK 未来七到十天 就是都是走保险的路线 以及你就是不要多移一点就好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前期是你知道 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怀疑 我就觉得这个人太奇怪了 为什么要一直不告诉我confirm 我先给 一开始我只给了五块钱 然后他一直不confirm 然后就说你快点快点 其实我那时候就应该要警觉到 这个人不太对 然后就不要送 可是我后来就被他这样弄一下以后 我当下就做了一个错误决定 我就把钱就送出去了 然后后来就是 就果然就是一个诈骗集团 所以就是有一些的那个 那种决定 当下的那个决定 也是就是他的那个选择 那个状态 施放模糊不清的时候 你也是要比较注意一点 所以财运的部分 未来翘时天要不要注意 OK好 这个就是给零号牌 走的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 想要跟我分享的 那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我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